凯尔特人是下赛季最可能的东部冠军 这一点,无论是从勒布朗詹姆斯离开东部后联盟竞争力下降的背景看 还是凯尔特人在上赛季季后赛在乌凯里欧文 哥登海沃德的情况,下所展现的竞争力看,都是如此 在博彩榜上开出的下赛季总冠军陪绿榜上,绿军利亚火箭成为了第二 但让绿军阿曼没有想到的是,面对如此大好的未来 凯尔欧文依然拒绝了他们开出的四年的顶星合同 拒绝顶星意味着欧文现在所考虑的已经不是钱的问题 至于商业因素,欧文是联盟现在最猛满鞋的球员之一 他在场外的影响力仅次于勒布朗詹姆斯,是球鞋销量第二的存在 因此,让欧文做出拒绝顶星合同的理由只剩下了一个 他希望继续去拼博总冠军 根据美媒的分析 目前最有可能得到欧文的是密克斯 但公牛和胡人也有很强的竞争力 而欧文近期在公开采访中所表示的 我并不介意再次和勒布朗一起打球的言论 更加重了他 2019年夏天将离开波士队的猜测 目前看来,在欧文的三大追求者中 胡人无疑是最有可能拿到总冠军的 在博彩宝战的预测中 胡人的渡冠概率仅次于勇士 火箭和绿军排名第四 更重要的是,欧文和詹姆斯在胡人携手后 洛杉矶已就有空间 或通过交易去可以进一名超级球员来辅佐欧文和詹姆斯 目前,克莱、唐普森和奇 你巴特勒都是潜在的对象 巴特勒此前就有要和欧文一起打球的留言 再加上胡人现有的极具才华的年轻球员 这将是比凯尔特人现有阵容更能挑战勇士霸权的竞争者 此外,从心经考虑 欧文如果明年夏天选择自由加盟其他 他也就可以得到现在凯尔特人为他提供的四年1.46亿美元的合同 也就是欧文不着急去列的原因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